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但是我们的新郎和新娘却是那么的特殊 婚礼在北京李宗人公馆如期举行了 一边是不到30岁的少女胡有松 一边是已经年近80的李宗人 我想很多人都不能理解这场忘年恋 胡有松哭了 直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 那个时候的泪水 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感情 我想正如冯拱先生在相声中说的一样 不只是年轻的男人喜欢年轻的女人 年老的男人也喜欢年轻的女人 他们第一次见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唯一不一般的可能是李宗人 好像喜欢上了这位青春活泼的少女 李宗人有的是方法把她留下 于是顺理成章的胡有松成了李宗人的秘书 渐渐的李宗人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 而胡有松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无知少女 她或许没有选择的权利 两个人在李宗人的主动下在一起了 李宗人最初是国民党人士 一度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代总理 她最初的愿望其实是和谈 但是这个愿望在落空的时候便离开了中国 直到后来建国之后才回到了北京 毛主席等人也对她表示了欢迎 而胡有松是当时著名隐星蝴蝶的女儿 两个人这场跨越50年的婚姻 主地要面对各种流言蜚语 或许之前胡有松已经想好了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当指责她是为了名利出卖身体的时候 她只是淡然地表示爱情不就是为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吗 她的选择就是为了有一个好的未来 这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结婚的时候李宗人已经76岁了 都知道她的时日不多了 仅仅两年之后李宗人就因病去世了 而这个时候胡有松还是没有到30岁 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她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呢 最后的出路也不过是出家了 抛下城市的胡有松是抛下李宗人 还是抛下了她的未来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想要知道更多历史有趣的故事的话 欢迎关注炮说历史 一起来细看历史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